大家好 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要更新車機 以及更換SIM卡的問題 更新完之後有什麼影響 例如我們以前舊車機的一批 可以安裝到APP試機 可不可以繼續安裝 其實現在新的車機版 最新的升級 就叫做Version 1.8或者2403 也有機會有OTA會做升級 都是Version 1.8 ATO3計算一下 我們看看媒體詳情 其實這裏就是2403 這個是我昨天升級了 這裏有車輛買滿的 有些人沒有那個升級彈出來 可以怎樣做呢 按一按升級 接著你按完呢 它其實在那裏搖 搖一會兒會消失的 好像沒有東西的 但是呢 你偶爾之後 可能幾個小時 或者馬上按這個 它就會有 有些畫面 在那裏做安裝包下載 當然啦 你有數據它才會做的 所以呢 按這個時候 做它有數據啦 還有 平時有數據連給它 它就會 有機會 它會下載的安裝包 它下載夠了 它才會彈出來 叫你OTA升級的 那這個升級 跟回去升級 首先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你回去呢 就要放一個多小時 它說跟你升級 加換SIM卡 那你自己做這個動作呢 你就變了可以呢 自己有空就先升級了 譬如我們現在停一場 那我升級了 然後有空才回去 就這樣換SIM卡 那就不用等很久 回到去 對了 那好啦 那為什麼要換SIM卡呢 那如果我不回大陸 不需要回大陸 手機要用Apps的 那是不是 就不需要換SIM卡呢 那換和不換有什麼好處呢 沒錯 如果你不回大陸 用車機 不用Apps的 那理論上 你不換SIM卡 不升級 絕對沒有問題的 可以繼續用 但是呢 我自己會考慮一件事就是 因為 張SIM卡呢 其實那時候 都說得很模糊的 在聯帶出車的時候 他都說過 張SIM卡可能保 包我們一年或者兩年 每個月一基數據 那之後會不會收錢 他們不知道 對了 那就 但是呢 剛才就試過了 因為我們那個SIM卡 這裡這麼十下 其實都可以看到的 是SSL來的 OK 對了 那 接下來的SIM卡呢 換了那張 就是中移動 來的 那假設 可能過了幾個 升級Version 又或者你現在不去升級 那 有機會呢 可能過一兩年 他突然跟你說 我 當一年收十元 數據費 那樣 那你就可以繼續 在香港 用Apps 遙控那部車 那但是 由於現在這張是SSL嘛 之後那張是中移動嘛 那我不知道啊 我猜的啊 他有機會呢 就 喂 如果你真的要繼續用數據 手機擁控Apps 你無論在香港或者大陸都好 那 我們都需要用SIM卡 那用SIM卡 那 就變成要到時一定要升級車機啦 那 還有 暫時啊 那個車機 我們升級之後呢 其實是 那些裝了的Apps其實保留的 那變成呢 暫時 你升級了 換了SIM卡 就叫做穩陣 是啦 假設你可能過了一年之後 那你繼續想用Apps 但是到時 咦 要用數據給錢了喔 那他要你換SIM卡 那當然呢 那張SIM卡 可能不用錢 但是你可能 你可能將來收月費 那他逼你要換SIM卡的時間呢 那你就閉加火啦 要麼就 沒有得用Apps啦 就算在香港都用不到啦 要麼就 要麼就 給錢 換 即是給月費 將SIM卡是不用錢的 給錢用月費 繼續用數據去控制這部車 但是一定要配合那個車機才行 那所以呢 那問題就在這了 那所以我現在都投入行 我都 昨天有Version 1.8 就做升級啦 那跟著那個升級呢 就是 呃 有 差不多七十幾分鐘 八十分鐘 真是很久 所以呢 擺下這部車 有去升級 那跟著那個問題就是 他多了些功能啦 什麼手狗輸入法 日行燈 呃 語音包啊 那些東西 其實呢 那些不說了 那最緊要說 大家很關心的東西呢 就是 升級了之後 我的東西會不會在這裡呢 那現在揭曉了 其實呢 升級完之後 自己升級的東西 就不會需要回去跟他說 他會不會要求你 呃 delete apps 啦 又或者是 呃 產機啊 甚至乎產機 暫時沒有啊 暫時沒有 那但是 不知道會不會 有被人玩難的一天 那所以呢 呃 自己要有的東西呢 自己升級了 跟著呢 就直接 再約回去 就這樣換先卡呢 那這樣東西就便宜了 對啦 那所以如果要升級呢 就想想想自己 可能在這個設定啦 選擇這個700本按一下 升級 看看有數據的情況之下 按 跟著看看 那好啦 那有些人就說 升級了之後 呃 就閹了用USB 裝apps的功能 其實適合一半 和不適合一半的 那 如果你有 譬如像現在這樣 你都在用apps啦 是 那跟著呢 其實 我相信有裝apps的朋友 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呢 在這裡按10下 這個版面 這個版面呢 這個版面呢 其實就是看回 你有這個 debug的 USB is-connected 這個什麼debug mode 那跟著呢 就 Wireless ADB 這東西很重要啦 那這兩件東西 穿上去 其實你自己升級呢 它就還在這裡 對啦 不會洗機 所以就在這裡 原生的2403是黏的 沒有的 那第二呢 就是一個叫做 要裝一件東西呢 就叫做 Package Installer Unlock的 OK 就是呢 解鎖回你的車 可以 自己安裝第三方的軟件 那當然風險 就是自己承擔啦 跟著呢 其實如果你裝了一個 叫Package Installer Unlock 無論你升不升級都好 其實呢 你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用任何apps 或者你一隻普通的USB 手指沒有那個叫做 Vert Party App那個Fooder 你放那個APK檔 在那個手指 刺下車機 用 就算用回它本身的文件管理器 這裡 USB 其實你都會看得到那個file 接著一按下去呢 就可以安裝的了 所以呢 那個叫Package Installer Unlock 那東西呢 就很方便啦 那另外你 譬如你有裝 生化管家或者BID市場 這些呢 亦都可以做 直接在那裏做install啦 是的 那你找些軟件 就這樣按 跟著下載完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install了 是的 那好啦 那如果你說 喂我不用手指 行不行呢 那其實呢 我就 會有幾個方法啦 還有 我會常用 ES File 浏覽器 跟著這個就 send anywhere 甚至乎 嘟嘟桌面的 裡面呢 這個 裡面呢 都有一個功能呢 它是給你做 呃 傳送file的 那我們 靠隔空的方法呢 就可以傳送file的了 那 現在示範一下啦 例如我按這個 按了 好了 穿了個ES file浪漫器 我呢 這個手機都安裝了 無論是Android 或者是iPhone 都可以安裝的 選完之後 發送 那只需要大家同一個 畫面呢 其實呢 即是同一個WiFi 不是同一個畫面 sorry 那就會見到 我的BIDAuto 按 它馬上打出來 那你就要的東西 就確定 傳送完之後呢 它就會在內部 儲存這裡 對 按 按 按 然後有一個叫ES Share 好啦 那跟著呢 有些東西你就 譬如這些已經傳送了 Wallpaper 都可以的 照片都可以的 按一下 跟著就問你 按不安裝 那呢 以前這個畫面呢 就說 什麼3rd party apps 就什麼什麼不讓你安裝的 那現在就變了一個 亡靈而已 那就確定 跟著呢 就問你按不安裝 安裝 那就搞定了 當這個 對了 甲蟲殼這樣也是 安裝 跟著確定 跟著它又問你 那你搞定的了 跟著很快就安裝完的了 那 跟著呢 你就會出去 跟著你就會見到 甲蟲殼這樣 那你就可以用得了 對了 那 第二個方法呢 就第二個軟件 應該是叫做 send anywhere send anywhere 那這個東西呢 又是 你在這裡按 跟著呢 按完之後 好 好了 那它免費版 就有廣告 那些 呃 不是免費版沒有 那 那 是個蛋 按照片這樣 那你按個send 對 按個send 它有個code的 261793 那你在車機 按receive 739 261739 對了 那 接著呢 它基本上呢 就會撈出來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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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照片的了 OK 對了 file 又可以的 那你按完之後呢 基本上立刻看到的 那這個 這兩個軟件呢 我都覺得幾好用的 幾方便的 無論Android機或者iPhone都可以的 那你說 我不喜歡裝軟件喔 那行不行呢 可以 如果你有裝Dudu唱片 對了 那它本身呢 裡面呢 這裡呢 就有個叫做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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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卡 aw Eltern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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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等等 這裏畫面不會有顯示的 但是呢 你其實用一些 file 瀏覽器 去回車機的 內存 跟著嘟嘟文件管理 就會一張相片出來了 就會這樣 所有file 都會這樣傳過去 所以呢 基本上現在呢 車機 所有東西都可以用回 正常的了 跟著呢 就是 就是 高達的那些都可以 正常的了 就算 智能手衛 其實都可以用到的 是 OK